我們今天帶來一支 真的比較少見的 我們今天帶來一支 因為我們主持人換了 就變成我們可能要 自己說幾句 多講一點話 自導自演 自導自演 自己講自己講 這一支是季凡溪高定的 中東系列裡面 它也是三木 它有三枝烏木 哪三枝 因為台灣現在沒有季凡溪 因為季凡溪很多都 都撤掉了 對 都撤掉了 對 沒錯 所以這個就在台灣 就會比較稀少一點 那我們那天 因為我們好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因為他去日本遊玩 那就到大力伊士丹裡面 幫我們從大力伊士丹帶回來了 對 坐飛機回來 對 坐飛機回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的玫瑰烏木 那因為最近那個 我們國外知名的YouTuber 他在介紹更新它的 烏木玫瑰的名單裡面 其實也有這支 所以我們其實很好奇 是 我們其實很好奇 知名YouTuber 跟我們台灣的那個 知名 知名 我們台灣有知名的 YouTuber嗎 欸 不就是 來來來 我不會中表里 哈哈哈哈 它不是知名 它是低調 對 低調 低調 給大家看一下 哇 來來來 包的蠻不錯的 來看一下 哇 它那個 它蓋子是可以換的 這上面是什麼 這是它可以更換的蓋子 它上面也是跟椒籃一樣 是可以更換的 蛤 它是用磁鐵把它吸起來 是喔 對對對 很妙啊 很美 它本身瓶子就是 有一個漸層的感覺 對 然後上面是雞板犀的 對 那你如果用酒的時候 就可以把 用磁鐵把它吸起來 然後換上這一個 它另外附給你的 就是你挑的 這張巧思耶 好美啊 好的 嗯 蠻特別 對 那我們來試一下味道 好 雞板犀 那你看它 也是磁吸的 來 這個 你不噴 大概台灣也沒有什麼機會噴 除非你跑去日本 去 感謝你 這一支前天 豪哥拿來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噴 但是那一天已經拍了兩支了 我就說下一回啦 這個味道我真的是喜歡 很愛 好聞 因為它是深邃的玫瑰 哇 非常的棒 而且它這個 它這個應該是 芝蘭還是小豆蔻 它沒有帶來太多的中東感 對 它沒有太多的中東感 哇 但是 有沒有烏木 有 對嘛 有 有烏啊 對啊 那它控制得非常好 不會讓它太往中東那個地方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季凡希這一個 高定的好處就是 它不會一拳打爆你的鼻子 它的烏木就是讓每個人都能夠好接受的位置 對不對 我想以季凡希來講 是很多人滴滋香水的回憶啦 哦 對 你以前常噴那個宮廷玉露嘛 欸是有一支綠色的 好這次也是綠色的一支凡希 對對對 一支綠色的 對對對 對啊季凡希啊 或是那個小熊寶寶嘛 好不好小熊寶寶 對對對 小熊寶寶 藍色的 不要說不知道 不要說不知道 經典 這都是經典的 對啊 那是你的年代不要假 好那我們那個 益君哥哥 柏君啊 柏君啊 柏君哥哥 這是誰 這是誰 柏君哥哥 睡人啊 不是我一個人太早了吧 現在才幾點啊 我才開眼啤酒 10點很眼 還沒喝 我要講說我們的益君哥哥 你這樣一會一講我真的是 認識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啊那我們說一條吧 其實我心裡是要說我們的第一帥的 你現在轉就太硬了 真的 太硬了 太硬了 好啦這次來說一下這隻香水的味道 辛辣感掉 那這個味道就是 非常標準的高級定製 豬的烏木玫瑰的味道 對 就是它 它必須要維持那種 質感又不能太誇張去表現那種感覺 所以它就是非常 就跟他們家的那個 服裝那種感覺很像 對 它就是要配合這樣 所以它會讓我就直接想到 有幾個牌子也有類似這樣的感想 對 YSL啊 對 還有V啊 這種概念 這個味道 那這也是 因為它也是LV集團的 因為它也是LV集團 對 等一下 後面 它還有磁鐵還有銅香水 對 然後它就是一隻 非常優雅 其實它 是一隻非常中性的香水 它沒有 但是我覺得是偏女啦 因為這個太過優雅了 它少 它可能因為它山木嘛 你看這隻大概是最 往女性這邊去 去琢磨的一支香水 它這個是不是前面有一點酒釀的 對 對 它有點酒香的那種玫瑰香氣 對 它不是只有那種就是烏木跟玫瑰的樣子 是 很左右 很高級的一種味道 嗯 一個香香的那種酒香 對 而且它的烏木沒有太 砰 就是讓你難以接受 這完全不是我們 平常買的那些牛鬼蛇神 對 你平常買 也不是牛鬼蛇神啦 有啦 那平常都很像聞著那個馬 隔著馬匹在那邊聞的感覺 就是這麼強烈這樣 對 做得剛剛好 那個 海狸我們直接放兩隻 身上帶著走 海狸我們 很濃郁啊 但這個真的是 點到為止 點到為止 那博健這一支 你有沒有覺得 聞到這個味道 像是 逐漸在那個場合場景 在那個場合場景嗎 對會聞到的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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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夜間在一些比較 稍微 飯局的場合 會聞到的感覺 對 OK 就是 如果你在晚上的 任何聚會中 應該講 夜場 我們講夜場 就是夜晚的場合 簡稱夜場 聞到一個女孩子身上 噴著這一支香水 你一定會對她 這個很絕美 對絕美 這個是個美女 你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個 你跟她交錯而過的時候 其實頭會 不由自主的 不用 就算沒有看到她 聞到這個味道 我都認為她是美女 只要噴上去就是美女 真的 然後看到之後就 看到之後 沒有沒有沒有 就小姐 不好意思 原來也是一君哥哥 非常優雅的香氣 第一帥伯局 香材上非常的 中東非常夜晚 但是表現上是非常優雅 有著那種法式優雅的 對 其實 讓你 一秒 身在巴黎 一秒身在巴黎去 是 可以 我覺得這個場合 讓我想像到就是 因為巴黎體態也算高 但是你在這個老城區的 制高點 其中的一個 Lunch bar 那它是 露台的 它是PATIO 是一種露台的 可以直接看見 哇 巴黎鐵塔就在你面前 而且巴黎鐵塔一到晚上 它是這個 燈光閃爍的 黃光燈 每到一個整點 它就 開始舞動了 我覺得這個味道 燈光秀 非常 非常像是在這個 制高點的Lunch bar 看著 巴黎夜景的感覺 巴黎夜景 它已經不再是巴黎左岸喝咖啡了 它是巴黎的夜景 是是是 呈現巴黎 哇 夜晚美好的一面 對 好那林欣利 嗯 這主持人還蠻輕鬆的 對 這個有點混 它這樣還蠻美的 挺好的 對 然後叫出家名字 我們來賓很 就是很優質的時候呢 其實主持人不太需要說太多 哦 真的 不敢不敢 裁兵自己說就可以了 好OK 那這一支 兩位有沒有建議用在什麼場合時間點 這一支我覺得更適合女性啦 當然女性 女性 對 因為它非常的柔美 非常的柔美 它沒有 它的香氣的呈現沒有男性 剛毅的那一面 就是在香氣 它比較溫柔一點 當然 男性當然也可以使用 但是它就是會非常的 可以我覺得可以 非常的 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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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柏鈞 柏鈞建議用在什麼場合季節說一下吧 這一定是秋冬 嗯 然後場合的話我覺得就是比較晚上的 晚上的味道 所以它 就是 就像好喝的時候 我覺得 那 算中性啦 中性稍微再偏女生一點點 然後晚上有一些 比較 重要一點的局 用起來 效果很不錯 OK 談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 然後 沒那麼休閒喔 這樣子的感覺 沒那麼休閒 OK 有時候約會也需要一點正式 我覺得這支就 你用這個約會根本就是 就是很重視對方也是一種重視 對不對 對 這非常香啦 然後他一定會對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是 好那女生主持人的角度 你覺得這一支 我覺得這一支 其實男生來穿也很OK 因為 有時候男生噴香水是要讓 隔壁的異性朋友聞到的嘛 那我覺得它這味道是 女生也可以接受 不會覺得你身上太女生的味道 就是男生來噴的時候 對我覺得它這味道 其實算滿中性的 對 但雖然是比較偏女生一點 就是你在朋友聚會也可以啊 就像 對 朋友聚會這個也很棒 是 好 那 這一支因為我聞過 它後面還會再不一樣 變化 我覺得後面 又更美 厚調 越來越美 來 回頭再來跟大家講一下這一支的厚調 好的 待會見 拜拜 好我們厚調回來了 台灣非常稀少的氣繁溪 搞定 搞定 哇 這一支厚調很貼膚的烏木玫瑰啊 對不對 嗯 但它那個辛辣感消失之後 對 你可以 聞到它那個高品質的玫瑰高品質的烏木 但是它又不會特別的爆炸 去干擾到別人 嗯 它始終在維持 它的擴散維持在一個優雅的距離 嗯 優雅的距離 嗯 我要說一下這一支厚調給我的畫面 因為我前一趴有說 就很像在 巴黎鐵塔附近的至高點的酒吧 對 那現在這一支味道很像 酒吧已經深夜凌晨兩點 所有人都散去了 只剩下你靜靜的一個人 跟或者你最欣賞最喜歡的人 兩個人就 依偎在這個欄杆上 然後看著這個 巴黎鐵塔繼續閃爍的樣子 旁邊已經沒有人吵你了 就只剩下你們兩個獨處 我覺得這一支真的非常的浪漫 很有水準 然後 在滴滴的氣溫中 因為你可以聞到它身上 怎麼樣 非常非常優雅的 玫瑰香氣好不好 對 玫瑰香氣 嚇嚇我一下會說 在身上聞到非常古龍水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又聞到了 對 有聞對位置嗎 對 對 那基本上它不是一個非常炸裂的 擴散啦 但是它在這個比較近的距離 比較宜人的距離裡面 還是維持著這個高雅 它的烏木其實沒有非常的重 那因為可能是法國高定的關係 對 所以它沒有讓那個烏木的燒感 或是太過黑暗 它只是一個是非常優雅的 木質香氣 應該這樣 我們稱為它為木質香氣 OK 木質香氣 但是這是一個你會常常噴的香水 是 好看來你不要再硬撐了 有點詞窮 我們換那個 我們換那個 柏軍來 柏軍 柏軍 柏軍最喜歡這種LV高定 對 可是它就是 你說 它真的就是高級定義箱 會呈現出那種的氛圍啦 質感為主啦 然後不要太突出 然後保有非常多個人的這個品味 然後跟低調的感覺在裡面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這種高級定義箱的 最大特色的好處就是 就這樣子 它就是讓你覺得 不管什麼時候 你都覺得它好聞 不會有唐突感你知道嗎 所以它的使用度一定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喜歡烏木玫瑰的味道 然後又不要太重烏木 我覺得這味道就是 點到位置 剛剛好這樣子 是 所以 因為那個我們最愛的其實 還不是我們兩次 我們這位那個 好 我們學姐 我們讓學姐講一下 我們有一點心血 對 要講一下 因為它已經聞兩次了 我覺得它很讚 對啊 這一隻算是 價錢 然後香調什麼都剛剛好 嗯 值得收的香水 難得你會喜歡這種 雖然它的烏木 很很 但我覺得它的烏木跟花香結合得很剛好 對 所以不會不好穿 因為有的烏木 如果你 比例太強 你就還要挑環境挑場合 挑時機 可是我覺得這一隻是實穿的 然後又有特色 然後又不會太擾人 它不擾人 嗯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隻 非常舒服又剛剛好的 高定香水 哇 因為它這個真的是 它真心喜歡 它剛才特別來拍照 因為它想說 它出國的時候 如果我有機會 列入收獎 對 一隻 對 OK 好 好的 來那這一隻 慈香 兩位分別 給它幾分 慈香應該是很好 但它的擴散我必須說 沒有很強 因為它貼膚嘛 對 因為它比較 比較柔美貼風 對它比較柔美貼風 所以慈香 零到十 慈香 以它現在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拍特別多支 通常我們拍到後調的時候 大概只是半小時 但今天拍到後調的時候 已經快一小時過去了 嗯 那個慈香我可以給它 九分 九分 好 柏君這隻慈香你給它幾分 十分 他一定有十分 OK 因為我剛剛其實就一直可以隱約聞到它的味道 嗯 它隱隱的一直透出來 是 在所有眾多香水之中 它是最突出的 OK 現在一定沒有問題 對 好 來擴散性呢 我只能給它8.5分 它沒有那麼炸 對啊 它沒有那麼炸 它整個呈現還是優雅 因為優雅 就不可能讓自己變成一個 香包嗎 對啊 對啊 一個行動水養雞 對不對 那真的是 你用心的東西 它一直在發明行動水養雞 對 行動水養雞 那也太怪了 對不對 就一直咕嚕咕嚕咕嚕 對 撈出那個烏木的味道出來 不錯 那它基本上還是一個優雅的香氣 那柏軍這一支擴香你給它幾分 擴香應該也是 他比較缺一點 我覺得8分吧 8分到8.5 8分到8.5 算蠻高的 因為還是 你只要拉近一公尺都問得到 人跟人之間一公尺 OK 好 所以這個適合近距離的相處的時候 來用 對不對 對 非常的性感 來 這一支的總分 哇 兩位怎麼給 對 因為這個我是買給我太太的 喔 我覺得這支非常適合您太太的氣質 對 對 它是一個氣質香 那買給我太太一定要10分 對 好 我以為他有一天 他總有一天看到的時候 有一天 10分 你買不是10分的給我嗎 對 對對對 我一定要10分 好 柏軍 總分 豪哥要送你10分 這一支 這真的很棒啊 這支我也給10分 10分 一定是10分 因為支援一下大嫂嘛 對 蛤 你怎麼都走一樣了 對啊 沒有真的有10分 有啦 真的有10分 你看過他 還請他喝咖啡 這一支真的是 我覺得以烏木玫瑰近期 也不少很多組合都是這樣的組合搭配 對不對 但是大家都好接受的 然後最後呈現貼膚的這種浪漫美感 因為這一支是首屈一擊 我會也給他10分 10分 好不好 好 謝謝 欸我每次要結束他就 沒有因為 因為我知道他為什麼會給10分 因為我們通常是玫瑰屋嘛 他就是那個比例 但是他這個的花香比例會比烏木要 比較多一點 對多一點 老闆喜歡花香 對老闆喜歡花香 對 對啊老闆喜歡花香 好 謝謝兩位囉 下次見 歐哥有沒有要補充 沒有啦 沒有 還有我的功課啊 對 OK 拜拜 拜拜